大家好 现在的话 台湾 正在讨论叫华航改名的问题 因为华航的名称叫什么 叫China L9 我说过台湾 你要想成为真正的台湾 你必须把那个岛上的所有 中国 都给 都给抽销了 从宪法 到国会 到军队 再到你们那些公司 怎么会有华航呢 华航叫什么叫中华航空 你翻译的是叫中华航空 你看到英文叫China 我问你China是台湾吗 你让人家脑外一看 我告诉你啊 我当时来到美国在洛杉矶国际机场 出来 他会有一个 叫 等出租车的地方嘛 就他会说 这边是 比如说 Japan Air 还是 就是日本航空啊 美国航空啊 还是那个法国航空 英国航空 就是他会 打航空啊 各个航空公司嘛 有个牌子 我当时看到了这个 当时是我第一次出国 我看到了一个China Air 9 还是Air China的 我也分不清 我也分不清 真分不清 那一看 所以你说 改成台湾 需要把它改成台湾 而且台湾还有一个叫中国石油 你知道 台湾最大的石油工资 名字叫中国石油 我特地上网查的 后来 好像 李登辉不叫李登辉 是 那个叫什么 清水扁时期 把那个中国石油前面加了一个 台湾中国石油 搞了一个不能不对 一定要把它换掉 你现在台湾大部分民意 都是不认中国人吗 不认自己是中国人吗 我认为 都是不认的吧 你出国之后 没有 几个人说 我是中国人吗 都是台湾人吗 那你为什么公司不改掉 把名字不改掉 你这 你又说这个是有压力的 说这个不行 这个说我们 这个情况 这个情况啊 很难弄 我承认国家的名字 国号 改很困难 宪法改也很困难 公司这名字改掉困难吗 这护照上面不印一个 中华民国 困难吗 护照上面就写台湾 或者说 你把护照上面 中文字不写 全写英文 就写台湾 两个英文 台湾 护照 你就写这个 做不到吗 如果台湾 连这个都做不到 那台湾你独立 还独立啥 昨天晚上我跟好几位台湾的观众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我看其中有九几位也也也也说这个 说这台湾呢 实际上还是没有独立呀 因为他也是深绿了 他的深绿 就是中华民国统治下的一个岛 还是还是那样 真的 你说你这个你承认如果你承认中华民国 那你就是中国人吗 真的 你是台湾人你出生在台湾 做国民党就是支持中华 就承认中华民国 你生在台湾 你长在台湾 你吃台湾的水 吃台湾的米 喝台湾的水 你还承认中华民国 那你就是中国人 那我跟你就是同胞 我的国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你的国籍是中华民国国籍 那你不是台湾吗 我看到观众有一个留言说什么 说中他中华民国简称 是台湾 你简直就是一银 台湾在整个整个国家 认同完全是一塌糊涂 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是中国 这个我觉得是对的 美国 美利坚合同国 简称美国 叫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简称 America 对不对 这个叫 英国 叫什么 我英国全称太长了 什么什么 啊 因为真记不起他的 记不起他的 英国全称太长 怎么联合王国呢 是不是 那人家英国也没简称说是 中华民国啊 那是外国的名字 所以呀 真的要改 要改 真的要改 先从华航 改名称开始 而且许多人呢 许多我看许多台湾观众在下面留言说什么 说你是中国人 你怎么怎么 不要管我们台湾的事情 你现在是用 我告诉你你现在是用的是我们中国的名称 你知道 你是台湾人 你有你为什么要用中华民国用中国这个名称 你是台湾人 知道你为什么要用 啊 按道理讲我还属于中华民国 沦陷地区呢 我是不承认中华民国我都不承认你还承认他 啊 我不承认 除非台湾你发给我一个台湾护照 发给我一个中华民国护照 你给我中华民国护照了 我就承认 这国家 你不给我你 为什么让我承认 对 我是中华民国沦陷地区我告诉你 沦陷地区的国民 沦陷同胞 我跟你们都是同胞 真的 我跟你进行那种友好的交谈 如果你是台湾人你承认中华民国 你说你不管你是中华民国呢 中华民国人还是中华民国台湾人还是什么 你都跟我都是同胞 我是中华民国沦陷居的 哈哈 哈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